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观看由服务器艺术隆重推出的《艺术相见》系列线上研讨 本系列研讨计划推出四期,我们将邀请当代艺术、艺术相见、社会学、规划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一系列的分享和对话 今天是本系列研讨的第一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持人 当代艺术家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教授曲炎老师 有请曲炎老师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曲炎 欢迎大家来到服务器艺术隆重推出的《艺术相见》的系列研讨 这个节目我们分为四期 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艺术相见》的背景 因为今天的艺术家已经成为乡村建设当中一种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 因为《中国艺术相见》它既是百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延续 它也是当代艺术在今日语境下的社会介入的行动 艺术介入乡村呢,其实重要的并不是艺术本身 而是艺术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 艺术家力图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融合乡村 实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和解 因为艺术家不但要在乡村建立被长期的社会改造破坏的一个情感共同体 同时又带着审美修复的能力来重建乡村 力图构建出新时代乡村美学的景观 消解去地方化的这个同质化的设计 呈现勾住乡土社会和恢复文化主体的多种可能 真切的关注乡村自治权利的复归 在地关系的重建和礼书相伙的延续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艺术相见这个节目的第一期 我们将从百年相见,中国乡村的历史命运和时代变迁这一个主题 来展开今天的分享 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家他做社会介入艺术相见的这个行动 他不是一个单一的艺术行为 因为他一定要触动一个历史的话题和时代的话题 还有一些社会的话题 所以必须我们一开始从历史的这个脉络上 百年相见的脉络来梳理 所以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研讨嘉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规划设计师 那个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大师 民国相见的先驱 梁树民先生的嫡孙,梁静东老师 第二位呢,是我们邀请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 徐静东老师 第三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 周飞周老师 我们欢迎这三位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谢谢,谢谢 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今天的主题 就是百年相见 中国乡村的历史命运和时代变迁 因为我们都知道晚清之二十世纪初 中国传统的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的冲击 也就是我们认为的现代化的冲击 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民族的危机 一批怀揣着理想的民国知识分子 展开了一场微微壮观 影响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有思想家著称的梁树铭先生 还有教育家的演出等人 他们当年投入这场乡村建设运动 影响至今 所以今天的相见 我们也是从民国百年的相见的一个积极的延续 首先我们想先邀请规划设计师 也是梁树铭先生的弟孙梁青东老师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梁树铭先生的民国相见的这个主题 谢谢曲原老师 谢谢曲原老师的介绍 非常荣幸能够以这个梁树铭先生的后代的这样一个身份 来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题目就叫梁树铭先生与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那么这里面主要的我想一个是我读过的梁先生的书 那么从这里面我提取到的一些东西 另外我也看了一些跟这个乡村建设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学术讨论的书籍 那么从这里面我也收集到了一些其他人的总结 那么再有的就是从小的时候听我的祖父 包括我的父亲和我家里的其他的家人 他们所谈到的这个在当年在周平所做的这个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细节的事情 所以我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么主要的我想还是讲讲就是梁先生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思考是怎么样的 那么他希望通过乡村建设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乡村建设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运动当中呢 他做了哪些实践的工作 那么首先呢就想讲一下就是梁先生其实是一个 不断在思考人生和中国未来两大问题的 这样一个一个思想家一个思想者 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一个行动家 他自己一直是说我不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做了书斋里面研究史及经典的人 他说我的这些学问其实完全是从对人生提问题 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提问题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出发 那么我来去读书 所以他从小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 那么应该可以说呢就是梁先生呢 他的家里面呢从他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开始做官到北京 那么基本上是在城里生活 很少有跟农村有所接触 那么为什么梁先生在这样一个生长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 会想到说我要去农村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呢就要从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两大问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 当然就是这个中国的未来到底是在哪里 中国未来的路都要怎么走 刚才曲言老师也也也介绍了 从清末啊这个这个以来 那么到那个那个年代二三十年代啊 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激弱啊 非常贫穷的一个受外国人欺负 受这个这个资本的欺负 然后城市的这个畸形发展 也都非常严重的挤压了这个农村的生存环境 那么再加上农村的这个人才不断的涌向成立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农村呢 其实呈现出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一种败相 那么呃梁先生呢 其实他还是说我们如果要救中国 当然要从未来实行一个民主宪政这条路上来走 那么民主宪政呢 要就是要为每个人为每个人自己争取权利 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一个农业的基础之上呢 其实如何动员和发动农村的这些人口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他觉得呢 就是说要从这个农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基础做起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乡村做起 那么从乡村做起呢 由于中国的农民的文化呀 知识啊 那而且是在这个经济状况之下 贫穷的状况之下 其实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呈现出一个一盘散沙的一个状况 那么他觉得呢 就是要到农村去 要对农村进行改造 用进多方面的改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让农民能够形成一个合作的一个一个态势 然后让他们逐步的建立这种所谓公民的意识 民主的意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谈到整个中国的发展 他是通过这样一个思路 这是我的理解啊 他通过这样一个思路来想到要去农村去 所以呢 同时呢 他通过这个几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这个经历呢 他也感受到我们所谓当代的这个教育 现代的这个教育 特别是从西方引进的这种教育方式呢 有他的很大的缺陷 所以呢 他呢就在1924年的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 那么做其他的这方面的思考 包括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包括对教育的未来的思考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要创办一些一种新的学校 这个新的学校可能不是中国的传统的书院的这种形式 同时呢 也不完全是现代西式的这样先引进的这种 现代式的教育啊 他就希望做一些新的探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那么他其实是逐步的啊 逐渐的把自己的工作呢 转到这个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当中来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乡村当然是非常的贫穷啊 所以刚才曲原老师也讲到了 其实梁先生当初认为呢 就是说乡村呢 在那个过程 在那个时段遭受了三重破坏力 第一个就是政治属性的破坏力 就是兵匪啊 这个这个违患啊 科捐杂税等等啊 其实就是说各种啊 在乡村的这种啊 这个霸凌行为啊 然后加上这个政府和军阀 对于农民农村的这种各种啊 各种收税啊 税费啊等等啊 这种压仗 第二个呢 就是经济属性的破坏 就刚才我们提到了 外国的经济势力的侵入 养买办啊 助推所造成的整个城市的一个畸形发展 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 第三呢 就是文化属性的破坏力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要提到就是说 所谓理俗的问题 制度的问题 学术的问题 还有一个思想的改变 那么这个理俗 其实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 那个时候啊 这个在清末以来啊 后来那个乡村 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个啊 所谓旧的理俗啊 从封建的迷信的啊 到禅足啊 到买卖婚姻啊 到这个这个早婚啊 等等有非常啊 这个非常落后的一些啊 认知和这种这种理俗 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改变 那么从这个改变 慢慢来进入到 那么一个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通过这个状态呢 再进入到一步步推到 就是一个更更更有积极意义的 这样的文村 那么在那个过程中呢 其实不光是梁先生啊 在刚才学老师也说了 像这个其他的几位啊 如卢作福啊 这个黄炎培啊 燕阳初啊 陶行之啊 他们几位都都做了不同的探索 那么这几位呢 其实都在梁先生之前 所以在这个1929年的时候呢 梁先生呢 到南方去呢 就先后考察了 黄炎培先生在昆山啊 所办的这个乡村改进会 也到南京去看了 陶行之 陶先生办的这个小庄实验 乡村示范 那么也去了这个 燕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的 这个乡村改造工作 所以他参观了他们之后呢 也做了一些总结 那么他自己觉得呢 就是 这其他的这几位 这个做得都非常好啊 非常的敬业 非常的努力 但是呢 也有各自有他们的缺点 或他们的不足 他首先认为呢 就是说 如果是以外力啊 介入太多 特别是 在经济上 给予的补助太多的话 其实他很难形成一个 自我生长的力量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两难 比如说 燕阳初先生呢 他的这个钱呢 主要是从 美国从教会系统 募捐募来的 那么 这个钱用在 用在这个乡村的教育啊 乡村的改造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钱 毕竟不一定是可持续的啊 如何让乡村能够自主 能够自己的生产 能够变成一个可持续的 经济的行为 这个是他认为非常重要的 那么像这个黄元培的 黄元培先生 也有类似的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啊 那么另外呢 其他几位先生呢 更注重在 所谓的这个教育方面啊 那么对于乡村的实际的帮助啊 特别是经济方面 礼俗方面啊 等等啊 他个人认为还不太够啊 所以这点呢 他也做了一些总结 那么 那梁先生基本上认为 乡村运动的最基本的理念 就是团体组织 科学技术啊 就是用这个合作的方式 用组织的方式 形成一股新的力量 然后呢 通过农业的发展 来促使 促使 乡村工业来进行发展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通过科学技术的 引用等等啊 那么达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乡村 能够跟城市并行的一个乡村啊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1931年呢 他又有机会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过程 我不细讲啊 他就跟其他几个友人啊 在山东省的邹平县 成立了由乡村建设研究部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 和乡村建设实院区 这么三个部分组成的 乡村建设研究院啊 那么 这是他在乡村建设研究院的 这个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啊 这个跟相见同仁们合影的 一个一个一个照片 那么相见的就是 他分为实验线 那么这个也在宪政上 首先做了很多的改革啊 包括废局改科 把这个各科办公室合而为一啊 实行这个合属办公 那么通过这种行政的变革呢 他们还在那个时段啊 在三几年就实现了 村村通电话 人人有户口登记的 这样一些基本的治理措施啊 这个基层的基层的这个治理措施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啊 在那个年代 在三十年代 在三十年代村村通电话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本身 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新生的小孩 马上就要上户口 会有户口这个户籍人员来 来登记他的户口等等啊 这些呢都是 他这个乡村做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工作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说他在 我在再讲一下 他在这个乡村建设的这个过程中 他的一些实践的工作啊 第一呢我想主要他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呢就是所谓教育的部分啊 第二呢我们叫做就是经济的部分 第三个呢就是社会的部分 所以大概有这么三个部分 首先讲这个这个教育部分 那么梁先生非常注重 他把这个所谓乡学啊 乡学村学 把这个学校啊 变成了基层乡村治理的一个核心啊 他希望是由这个乡里面 村里面也得高望重的这些乡生 再加上乡村建设研究院派去的老师 来共同带领这个乡村的人 来通过这些所谓乡学村学 来来形成一种社会制度啊 第一提高文化 同时呢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制度啊 所以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所以当初呢他们建了这个 两百多个这个乡学村学啊 那么加上呢 这个这里面就包括了儿童部 成人部还有妇女部啊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儿童部基本上 大家可以很清楚啊 就是用这个民国的基本教材 但是同时呢也含了一部分 所谓乡土的教材 就其实乡土教材 其实就是说对女子的放逐啊 不要这个裹小脚啊 如何这个要主张这个禁止早婚啊 破除迷信啊 这个接生要用这个现代的 这种新办法来接生啊 等等等等啊 其实一些最基本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历俗和民俗的一些改变 那么在这些成人和 和妇女的这些学校里面呢 其实更多的就是会 除了这个文化之外啊 教认字等等这些之外 他会讲一些这个 跟乡村的农业技术相关的一些 一些知识啊 所以这也是啊 这个他的这个重要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最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最最重要的 其实是他这个乡農学校呢 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一个场所 那么他通过这个场所呢 其实就把农民聚在一起 让大家有机会来讨论村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第一 大家有一个合作的这种意向 第二呢 也这个讨论过程中 大家各自就会有一些退让啊 或者大家说 用这个道理来说服人的这种这种风气 就在不断增长 所以呢 其实这是一种最基层的 一种所谓民主民主实践啊 过团体生活的这种民主实践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跟这个教育有关 第二部分就是经济 经济呢 可以说他 可以这个 他看到在当初呢 做了非常多的合作社 第一呢 就是跟金融有关的 就是他办了一个金融流通处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社这样的啊 信用合作社这样的东西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他可以给农民贷款 不需要抵押 他可以根据农民的需要 比如你要是去养猪啊 我可以贷多少钱给你评估之下 那养猪可以贷多少钱 如果需要打井 打井 你需要贷多少钱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办各种的农业的合作社 那么这些农业合作社呢 就是从基本的农业育种 到培育 到这个家禽 家序的这种改良啊 等等等等啊 做了分担非常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就是啊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在邹平县所做的这种合作社啊 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叫梁州美棉啊 这样一个种棉花的一个形容 它是从国外 从美国引进的一个棉种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啊 进行很多的技术指导 那么一直到运输 到销售啊 到跟沙场合作来 由这个合作社来谈定价啊 而不是农民一家一户的 去跟这个沙场来谈 谈这个价钱 那么这个当然力量大很多啊 都是由合作社来主导完成的 那么这个合作社呢 最后来还连续几年发布一个合作社的概况啊 报告啊 那么这个报告呢 其实做得非常的详细 包括了每年的营收啊 包括这个钱怎么赚的 然后留下多少钱作为发展基金等等等等啊 所以他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的 这样一个帮助农民进行收入的改善 和这个农业的这个改善的这个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这种两种 刚才提到了啊 猪啊 鸡啊 鸡蛋啊 等等啊 那么这里面也有这个所谓引进了所谓来航鸡啊 这是当初在邹平的这个 这个来航鸡的一个基石的一个情况 那么刚才也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社会问题的改造 社会方面的改造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社会改良啊 包括了农村的自卫啊 那时候匪患重行啊 所以农村如何自卫啊 对农民形成保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就是乡村的公共卫生 那么在县里面的第一 第一次办了一家县医院 那么同时办了十几个不同的这个 那个卫生所啊 那么再有呢 就是改良其他的风俗啊 从保健到这个 这个禅足啊 跟赌博呀 贩毒吸毒啊 这个 甚至于谈到了劫狱啊 那个时候就谈到了劫狱 就是说少生孩子 不能说是以这个不断的这种生孩子 这种 其实把农民家越弄越穷啊 等等 所以就是说提倡敬老啊 木林啊 礼贤 简朴 这种等等的这种道流风尚啊 所以在这方面呢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工作啊 那么这是他三四年在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办公室的门前拍的一张照片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全国的啊 那个时候在民国的全国的啊 这些乡村工作者其实也进行了非常多的联合 那么他们在这个从1933年到34年35年连续三年开了三次的乡村工作会议啊 一个讨讨论会 那么第一次就是33年在周平开的啊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参与啊这个开会的一些重要的全国各地来的啊重要的这个乡村建设的工作者们啊 包括了啊这个叶阳初包括了像李景汉啊这些村跟随叶阳初的那些人 那么包括了宅居农啊 啊这个孙泽让是在这个周平的等等啊 这个啊这个包括梁仲华啊 这都是在周平的也还有在其他各地其他地方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开了几次这种研讨会啊 所以也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工作啊 做了总结 那么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呢 形成了一种一股很强的一种相见的一个一个力量 那么在这个这个力量呢 在国民政府面前其实也起到了相对做相当的作用 那时候跟内政部啊跟包括跟蒋介石本人啊 也做了很多的探讨啊 那么呃所以这个呢也是促成 后来促成了这个民国政府呢 呃也出力出钱呃会开始支持这种 所谓乡村的改建建建设的工作 另外呢就是梁先生一直特别的呃呃 赞赏和关注这个丹麦 他们所做的这种农村教育和乡村的合作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他呢也就呃跟丹麦有很多的交流 这是丹麦的一个呃大学的校长来做这个交流啊 啊这个在乡在这个邹平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时呢他也关注到日本所做的一些乡村建设的一些动作啊 所以他也在1936年呢到日本去进行了一次考察啊 啊那么呃回头再来讲就是他个人的生活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他的个人生活呢 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由原来在北京生活的这样一个一个知识分子 那么完全的全情的投入到了乡村 他把家都搬到了乡村 他把他的这个太太啊啊 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啊 全部都搬到乡村 同时他也影响了家里的其他的亲人 包括他的外甥女婿啊 包括了他的这个啊 这个侄女婿包括他的外甥啊 啊等等其他的好几个人都到了邹平来工作 那么他本人的这个一个侄女婿呢 也是在邹平啊 这个和啊一位乡村建设工作者的认识 然后结婚啊 最后也是在邹平的这个啊 教堂啊结了婚 另外呢就是呃 由于他的工作的这个当然非常辛苦啊 所以这个其实对家里的就是关照非常的不够 那1935年的时候呢 我的祖母啊 梁先生太太呢 在南产就去世了 因为南产的这个原因去世了 那么这张照片呢是1936年 在这个我的祖母去世的纪念日那天 他带着两个儿子 也就是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 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集团拍了一张照片啊 这是这个旁边的提字 都是他当年他自己提的字啊 所以总之呢就是说 他其实是非常全身心的投入 那么这个花了非常大的精力来做这些乡村的工作 那么呃 最后呢我本来是想讲一下这个民国的乡村建设 运动在当下的意义 那么呃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其实我的时间已经超了一点 那我现在就还是先 因为待会儿我相信待会儿曲言老师可能也还会问到这个问题哈 那么这个这个部分呢 我待会儿再讲 那我现在就还是把这个话筒交还给曲言老师啊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梁青东老师给我们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分享 首先在此呢我要也感谢梁青东老师 因为他对不但他的有家学的这种乡村建设 这个这个介入乡村的这种责任感的这种家族的这种这种背景 但另外也有一种延续 就是梁青东先生老师也参加过 我在呃 最早的艺术相见的项目许春许春计划 在山西太行山 2012年我举 举办了首届的许春论坛 呃 第一次邀请梁青东先生去许春 呃我下面再谈一下就是梁淑明呃先生 呃这个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对我的这个做乡村建设实践的这个影响 我记得最早读我们读梁淑明先生书是在八十年代初 我们读书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文化之命运这本书 因为当时我们当时中国文化热嘛 呃我们看这本书就要看到就梁先生用中心文化比较的方式来 来解读中国中国传统文化 当时印象只是有一些印象啊 当时倒不是特别深 结果后来呢慢慢的我们开始 我是2000年开始拍摄乡村摄影 就是遇到了太行山这个许春开始乡村建设的这个实践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开始读梁先生的先生建设理论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到呃 呃许春那个地方当地的那个电视台和文联那个主席 那个他采访我采访我 他们当时也不当回事 也以为艺术家就是猎奇啊 就是采访啊 呃就是到底画的画拍的照片就走了 也没当回事 但他一听我说我谈到民国梁梁梁梁梁梁梁这个民国相见 他大吃一惊 他说你怎么知道梁梁梁啊 他说也很多画画的都根本不知道 对所以这些个印象比较深啊呃 呃还有呢就是我在去年终于参加四科院在呃 呃山东自博的一个会议有幸到达当年梁梁梁先生做相见的周平 看到了梁顺敏先生的纪念馆 和后来他们现在又成立了 梁顺敏先生当时那个组织相见院 我了解的时候确实大吃一惊 梁顺敏先生跟我们印象 我原来还以为就是理论非常重要 没想到他的相见事实践当中 他是一个知情合一的人 而且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现在周平 他当地的农村的农作物的棉花 据说就是当年梁顺敏先生 从美国引进来的品种 这个他种棉花在当地 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产业 而且当地的粮食加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工业 所以对周平影响巨大 而且他做得非常细 是一个全方位的相当于一个小的政府 在乡镇在村里来做这个事 因为中国传统的乡村 他是自治嘛 就是梁顺敏先生 他就践行他的理想 就用西方的社会组织 来发扬中国传统乡村的 主家的这个文化理想 所以这几个对我的印象 就是特别大 对我做乡镇的帮助也很大 下面我再请两位老师 这个 这个 徐云东先生和周非洲老师 来谈一下这个民国乡镇和这个梁顺敏吧 我是说 其实乡村建设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并不是只是民国时候开启的一种运动 但我们知道梁顺敏先生呢 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非常重要的倡导者之一 而且呢 梁顺敏先生呢 其实为了 或者是在掀起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呢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强调 他是一个新儒家的很重要的代表人物 换句话说 梁顺敏先生的一生的实践 我觉得绝不是仅停留在实践阶段 刚才梁顺敏先生说 这个非常非常艰苦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想见 那么同样呢 我是觉得梁顺敏先生之所以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命运 和中国的乡村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那是因为 他确实是进了一个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世人的责任和理想 而且这样一个责任和理想 并不是我们只是说去帮助农民而带来的 我们首先说 民国期间呢 乡村建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它在全国各地呢都展开 而这个展开呢 在不同的地域 用不同的派别 用不同的理念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 它代表了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 对于国家和城乡问题的一个紧密的关注 但我同时认为呢 这个关注是带有非常强的文明背景的 就梁先生来讲 梁先生对于东西问题 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述 对于印度问题 也就是儒家和佛家 所在历史和现实里的核心关联问题 也有非常突出的论述 那么他对于人生与人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些传统或者是现代 世人们最关心的 我们所说的 将自己和整个民族命运 和乡村的命运 仅仅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重大的文明背景 梁先生都有一个体系化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点是我们今天 相见里面尤为值得重视的问题 也就是说 梁先生的这个行动 他绝不是仅仅在于行动 而是在于一个重要的 或者是极大城市的 知的基础上 而形成的义义则意 所以他对于中国乡村的判断 以及相见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是经过非常细致 缜密的 我们所说的 兼容各种文明 或者是通过兼容各种文明 来理解中国文明之本质的 这样一个起点来出发 我是觉得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深厚的课题 需要我们从研究 从实践的各个角度来去 做更深入的拓展 简单来讲 梁先生并不是凭着一腔热情 并不只是 这个呢 所以我觉得 就具体的乡村建设而言 我们可以讨论他的方法 和讨论时代提供的条件 甚至是时代的情境也不通 但是就梁先生 这个内在的 非常深厚的 我们讲 人心所构造的这一层面 确实 永远是辉煌 这一点呢 是值得 中国 从他以后的 各代的知识分子 以及将来的 这些知识分子 不断需要追寻和探究的 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不能把梁先生 对梁先生这些思想上的理路呢 足以展开 但是我只是 想补充一下 就是 没有这样的一个博大的气象 不会有这样的实践 那么 我就先说到这儿 我就请这个周非洲老师呢 也谈谈他的看法 然后接下来他发言呗 好啊 谢谢曲老师 我就简单 就是就着刚才曲老师说的一点呢 我延伸一下 然后我再补充 一个看法 就是 特别重要的是 其实 当时 刚才像梁老师 梁青东老师讲的呀 当时这个 搞相见的条件 跟今天我们去做扶贫啊 或者搞乡村振兴建设呀 还有今天各种各样的艺术相见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时的 当时真的是 一穷二白 二白的情况 刚才我特别同意刚才曲宁东老师说的啊 梁青春是新儒家 他对中国的文明和文化 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 体现在他的江村建设上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经济啊 治安啊 卫生啊 教育啊 之外 其实特别核心的问题就是 当时乡村建设的 主要问题不是农民不动 其实今天也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怎么组织农民 其实梁先生 他的这 他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 特别有研究的价值 这就刚才曲宁东老师说的啊 我就是想接着说两句 今天我们讲的 其实对比一下 今天我们组织农民和动员农民的方式 我其实是觉得对于民国时期 包括梁先生啊 包括艳阳初他们啊 他们讲组织和农民动员农民的方式 我觉得不如他们来的深刻 他们是对农民的心态和伦理 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而不是像今天 比如说 其实我是做扶贫研究的 待会我会讲一点 就是你去帮助农民 对吧 你说农民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对吧 农民组织起来 你想的就是按城市里 你上班的那个方式 去组织他 这个 这个怎么能成功呢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乡村建设 其实最后啊 前面从从仇吃仇穿啊 到没有保障啊 到最后也不仇吃不仇穿 到处都有保障 然后最后你要组织农民 或者真的让农民自治的时候 那么最好的组织方式 到底是什么 这个怎么在 既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 又能够是建立在原来的 村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的一种 新的组织或者团体的方式 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我 我觉得梁先生这个乡村建设运动啊 对我们今天乡村建设 谈乡村建设 其实最深沉的部分 最有启发的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因为梁先生是在这方面的大学问家 他这个学问 他这个大学问呢 又付诸了实践 所以我是觉得 有专门的研究价值 这是我接着刚才 曲宁东老师说的呢 延伸了一下 因为我特别有感慨 这个再一个呢 这个就是 其实当时的这个乡村建设呀 乡村建设派 包括乡村建设的这些人呢 其实也不是 不是不是 就是刚才曲老师说这个 他这个当时的乡村问题 其实是在是学者们思考成乡关系 其实是在文明的背景上 在思考这个大问题的一个 一个办法 就是行动派 乡村建设 还有一群呢 是在集中在社会学里面 叫调查派 研究派 就是社会调查派 和当时的社区研究派 我其实觉得呢 以前这两拨人呢 就是搞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的这拨这拨人 和搞乡村建设的这拨人 我们没有把 我们还是没有把他们统合起来 来来考虑 就是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关系 这个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谈乡村建设 肯定不是从头做起的 肯定要 要去学习民国时期这些前辈的遗产 这些遗产呢 一方面是乡村建设 另外一方面是当时的乡村的社会研究和社区研究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想补充说的几句 梁老师我说完了 好 非常那个 非常受教 刚才两位老师的点评 对梁青东先生的发言 下面咱们有请周飞周老师为我们分享 中国乡村振兴的发展 好吧 大家欢迎 讲两个简单的问题 其实是和我们谈的乡村建设比较有关的 也是和我过去做的研究有关的 我呢 我呢 我前面几年呢 一直在做扶贫的研究 也是跑了很多地方的农村 接着刚才这个 秦东老师讲的 这个呢 其实我们这个阶段的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就拿脱贫攻坚来说 脱贫攻坚针对的都是那些 也是一穷二白的村庄 最贫穷的村庄 这个呢 就是和当年梁先生做的呢 就是比当年梁先生 跟当年梁先生做的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刚才你讲到的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 吃的穿的 住房啊 卫生啊 教育啊 医疗啊 就这些东西呢 这叫两不愁三保障 其实都是由国家 大幅度投入给改善 这个 我感慨还是很深的 就是在过去这几年里 国家动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投到了最贫穷和偏僻的村庄去 这个不是一个经济这样的问题 就是 确实是 这些地方呢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其实就是乡村的发展呢 就是 在给他创造了这个硬件的设施之后呢 他还得能够自己挣到钱 这个 他自己挣钱呢 这个和当年梁先生 搞乡村建设不一样的是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让他挣钱的方式 第一选择是 让他出去打工 其实是让农民离开乡村 这个跟当年梁先生这个面对的背景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就业的问题 就是一方面发展农村产业 另外一方面呢 让农民外出就业 其实发展农村产业是给那些不能外出就业的农民 提供的生活机会 因为农民有一些 他即使有能力 有劳动力 有意愿 他也出不去 他可能家里有人生病啊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出不去呢 他要在农村里有一些活可做 有钱证 这个本身是一个 这个发展农村的这些零散的产业 多样化的产业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跟我们研究工业和服务业 是非常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 其实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虽然这个比较困难 但是整个的脱贫空间和乡村过程当中呢 从地方政府到社会资本 下乡呢 搞的都是这个东西 都是产业 就是曲老师做 曲爱老师做艺术相见 曲乡村你肯定也特别有体会 其实大家觉得 这个要让乡村变好呢 其实首先就是要找一种产业 这个反正能直接搞的地方直接搞 不能直接搞的地方间接搞 或者是搞旅游 这个呢 其实虽然很困难 但是对于乡村建设来说呢 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还是刚才 谈这个梁树民先生 这个组织农民的问题 就是农民的心态的问题 其实扶贫呢 也是这个问题 因为扶贫遇到的问题 就是农民 很多农民是扶不起来的 就是他非常懒 你给他活他也不干 给他钱他也不挣 这个还有一些农民非常的冷漠 这个是托贫攻坚的时候呢 其实最后遇到的所谓的攻坚战 最后的堡垒 其实是也是这些人 这是托贫攻坚呢 托贫攻坚当中遇到的问题 其实乡村振兴呢 我觉得是一样 也是这样的问题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 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 就是国家投钱 无谓投钱 国家投的钱 肯定也就是基础设施 公务服务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去搞乡村振兴呢 就去帮助乡村发展产业 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怎么认识乡村的问题 就是 我脱贫攻坚的过程 我研究这个脱贫攻坚的过程里面 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 就是无论你向农村投钱 建公路 建基础设施 还是在农村搞产业 帮助农民致富 你都是在向农民施惠 在教农民 在给农民东西 但是你真的要动员农民的时候 你动员农民 想让农民干点啥的时候 你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 一种教育农民的 或者一种我有钱 对吧 你跟着我干 这种心态 其实呢 不一定好使 我其实写过一系列的文章 谈这个问题 即使搞农村产业 比如像大规模的这些资本下乡 他 他自己算账算的挺好 他去了农村 真搞起来他就赔钱 他其实管不了农民 他觉得他有钱 他就说了算 其实他会发现 农民虽然穷 但是 他竟然不在乎钱 这个和他想的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是 这个是我是觉得 我们下面谈乡村建设的时候 遇到的更大的问题 就是乡村中 农民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们其实城市的人 抱着一个去农村扶贫 或者搞农村振兴的 这个想法的人 其实对这个 没有好的准备 甚至他会抱着一个 他就是要去教育农民 和改造农民的心态去的 这个心态和农民的心态是不一样 这个是我今天主要想谈的问题 就是不是 我觉得乡村建设不是 农民向城里人学习 来改变自己 变成城里人的 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可能真正的乡村建设 需要城市向农民去学习 这个学习什么呢 这是我想讲的一点 就是首先呢 我们发现了城乡之间 人们的心态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城市人的去的人呢 我们就会把农民的心态 把农民的行为看成是 比如说不合理的 不讲理或者是不理性 这个我有非常多的例子 时间有限的 我也不展开来讲的 我就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觉得农民 这是不合理的决策方式 比如说他出去打工 特别辛苦 起早贪黑 跟家人分离 挣钱 挣了钱之后呢 他不是 他不是把这个钱 在城里买房 而是他非要在农村盖个房 他将来也不打算回来了 农村里面也没什么人了 但是呢 他们都要回农村盖房 我们城里人就把农民看作 这是农民的陋习 或者农民要比赋 要炫耀 就是这样一个心理 包括这个 这包括了 我就说不合理的决策方式 包括了农民这个回乡盖房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感叹说 太浪费了 他挣了 这几亿的农民工 挣了多少财富 这些财富全变成了农村里面 没人住的房子 这个 另外最近这几年呢 就是农民会 他不一定会回村盖房 他会在老家的县城买房 买房他也不住 你去问他呢 那个房子都是空的 这个 就是买房结婚 而且呢 那都不是为自己买的 是为儿子买的 但是你要去问儿子呢 儿子说我不会回去住 我要去大城市 这些 这就是我说的叫做不合理的 决策方式 我打上引号是 是说在我们城里人 你抱着一个你比农民 你比农民更聪明的心态呢 你就认为它是不合理 其实 其实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农民这种买房和盖房的行为 是农民出去打工的最重要的目的 谁说 谁也 你首先你在这件事上 永远教育不了农民 农民他在城市里面那么能吃苦 那么忍耐 这个那么坚韧不拔 他就是为了干这件事 这个 我是觉得我们要好好的 想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我们 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能高高在上的想这个事 不讲理的行为方式 这个也非常的多 你这个我这个托贫 扶贫的研究里面 遇上特别多 比如说 就是刚才我讲的 有钱 他不挣 比如说 而且呢 他没有 比如说我们最常叫做 农民说话不算数 没有契约精神 你给了他很多好处 让他干一件事 你跟他签个合同 给他搞个订单 农民到时候就反悔 这是不讲理 这个甚至呢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研究 你这资本像像在农村种些东西 一熟了 农民就去偷 其实农民既在你这个地里打工 挣你的工资 你流转这个土地又给了他流转费 但是你这个东西熟了之后 他就来偷 这是 但是我们大量的社会学研究 我们发现呢 这个不讲理呢 和农民低素质是两回事 因为农民非常有意思 他只偷某些 只偷你的 别人 在村里其他人种的 还是不偷的 这个 他的行为方式呢 在我们看来呢 因为我们抱着一个城市生活的心态 对吧 我们都是和陌生人打交道 我们干事都要先讲信用 先签合同 先盖章签字 然后才行 农民不是这样 农民觉得他自己认为不合理的 他就不遵守 那么他自己认为什么是合理 什么是不合理 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 这些道理我们不理解 我觉得我们不理解的前提是 我们高高在上 我们不够 我们没有从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你会把 我去一个贫困村的扶贫车间 就是他把当地不能外出打工的妇女 到那个车间里去做包 做箱包 就是手工嘛 这个管理人员 跟我们讲的很多故事都这样的 这个比如说有个妇女 她做的慢一点 或者她偷了懒 你不能说她 你一说她她就生气 她就赌气 她就下次就不来了 因为她觉得 我们说为什么不来 她觉得你说她 她特别没面子 因为周围都是村里的人 我们城里的人会不理解这种所谓的面子 这个 而且你干的不好 我说你 这好像也不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呢 就是这个 这是农村里面常见的 第三个呢 我说不理性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 农民他 比如说他一年挣十万块钱 他会把五万块钱用来请客送礼 送人请 这个 农民工出去打工 家 村里的人情往来 村里没人了 村里全是老人 但是村里 一有人情往来 一有婚丧嫁娶 这出去打工的人 都得托人 把人情给随上 这种不理性的生活方式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包括现在有些地方政府搞的这个 签坟呢 平坟呢 其实都是这些东西 或者是搞 搞这个 说这个 大家送彩礼送的太多 不是彩礼了 就平常啊 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送礼 大家也说一送就一百两百 现在改成说送五十 对吧 这都是 这个就是我是觉得 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来想这个问题 我说他不合理 不讲理 不理性 我打上引号 并不是的意思 并不是说他就一定是合理 一定是讲理 或者一定是理性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去理解 我在讲第二点呢 我是想说呢 其实你看上去那些 我们看着他不合理 不讲理 或者不理性的 这些行为 对农民来说 农民 农民也都是一个人 也都是人 他的行为方式和我们一样 他是有系统 有逻辑的 只不过呢 我们 我们没理解 他的系统和逻辑 我们就会觉得 他的行为 很零碎 或者很不合理 对吧 这个农民的行为逻辑 他的系统性和他的逻辑性 其实是非常的强 其实这个呢 就刚才为什么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顺着瞬着徐静东老师的话 讲了一些梁先生的研究呢 其实梁先生呢 梁树民先生呢 对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入的 他管中国的社会 叫伦理本位的社会 就是 这个 他是认为呢 中国 他这讲的倒不是 中国的农村 他就讲的当时的中国社会 或者中国文明 中国的文明的 基本的结构 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 是以伦理为本类的 这个伦理呢 又寄托在一个叫做 家庭观念上 这个家庭 家庭家的伦理 我们把家的观念和家的伦理 理解成是本位的 只有理解成是本位的 你才能理解农民的很多 咱们看着特别不合理的行为 其实是这个 这个是 是 是 是我想讲的 就是这个东西的第一点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一套伦理体系的一个基础 其实在梁先生看来 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 但是 这过了这一百年 我们今天来看 可能城市里边 我指的是大城市 三里屯 金融街 可能这些人 他已经没有伦理本位 或者已经家的观念不那么强 但是 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农村 农民还是这样一个 伦理本位的状态 这个是 我是觉得 这是 这是 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和乡村的 分野或者是 对立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社会学的前辈费先生 费号通费先生 他 他有一本书叫乡土中国 他这个是非常早 40年代 他也写了这个 中国农村的这个当时的社会结构 他的 他的词叫 插序格局了 就是 以自己为中心 一层一层的 分个亲书远近 费先生后来认为呢 他晚年的时候 他认为 这个插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非常的重要 对中国社会来说 就是 他以家为核心 然后层层外推 这个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基础 中国人能够推几级人 能够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又无又 以及人之又 一定是 得有这么一个插序的格局 如果简单的变成一个团体格局 就大家都是一样 这个推几级人就 没法推了 那是需要重建一套 全新的伦理体系 这个是 其实是非常晚年的思想成果 最后呢 我就想讲一下呢 我是觉得刚才 我刚才就讲两点 一个是讲农民那些行为方式 看上去奇怪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再一点就是想讲呢 就这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是有它的伦理基础 它是一套 一套文化和伦理 它不是零散的一个东西 这套文化和伦理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是觉得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而消失 对吧 它在农村里存在 而且它也在我们看的 我们经常说的四五线城市 比如说县城啊 有些地级城市啊 它也存在 而且我是觉得县城 我管县城叫城乡之间的地方 城乡之间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特别有意义 县城的 县城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呢 其实和农村的生活方式非常的相似 就是我们大城市的人可能不太理解了 对吧 到点就下班 从来不加班 所有的年节都过 然后所有的亲戚都在这 然后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就是走亲戚吃饭 这个其实是我是觉得广大的中国的 就是基层城市的一个生活样态 这个生活样态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 非常的有意义 我其实是 我是觉得比三立图有意义 对吧 就是这个呢 背后就有一个对其实城市文明的反思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我们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呢 确实是要依靠乡村建设来展开 其实乡村建设还不只是把村庄建设好 把农民建设好 帮农民建设好 或者让农民自己建设好 乡村建设的意义是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意义 就中国文明将来是不是有一种不同于西方 纯粹以城市文明为主的那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其实和我们谈乡村任心和乡村建设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周老师 首先有一点我觉得对我感受很深 就包括村民挣的钱他拼命回家盖房子 实际上我们要从社会的这个层面 需要功能性的层面来理解 那么可能还是很浅薄的 实际上这个房子有家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有他的 他到社会他出来 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城乡关系 周老师可能以为实践关系他没有谈 实践关系他就是相互出走乡回来返谱 这个关系 他回到家乡夜落归根 他要有一个家 所以房子他是一个信仰的意义 还有一个乡村的 所以看村民的有一些 我们认为他是一些陋习 或者是村民我们认为就是小农 这个一些陋习 实际上乡村他有乡村的一个伦理秩序 还有他的风土 还有他的人情 还有这些东西 所以下面也请其他的梁老师 曲老师 再谈一谈这个周飞周老师的发言 好吧 那个周老师我觉得讲的很好 因为您是专门做社会学研究的 我完全不是在这个行当里 所以其实我能够讲的非常非常有限 不过我个人呢 觉得就是从我的感受来讲 因为特别是我 我想其实就对您最后讲的这个 这个urbanism 就是这个城市文明的这个 做一个做一点点回馈吧 我有点想法 我个人觉得呢 以中国这样的人口基数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乡村的这个条件下 包括这个土地的这个情况 这个整个物产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呢 现在无论是六亿农民也好 是八亿农民也好等等 总之你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土地的情况 在农村里面呢 我觉得确实养不了这么多人 或者说养这么多人会很辛苦 他很难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很难达到跟城里人接近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他如果所有人都还留在乡村的话呢 其实是很难真正的做乡村复兴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呢 未来的这个乡村的前途 应该是会有一部分人留在乡村 那么但是还是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我不知道这个百分比我不敢说啊 但我相信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比如说现在是七八亿人的话 也许要有三亿人要进到城里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未来的方向 因为这个现在农村的这个土地 它的产出 农产品的这个 它的这个经济价值等等啊 我觉得以现在比如说 人均只有一两亩地的这种情况下 确实很难赶上城里人的这种生活 所以势必要造成就是说 未来乡村人口还是会大量的减少 所谓的这种所谓乡村的空心化也好 仍然会继续发生 就像现在在日本同样也是同样的问题一样啊 但是只是说 未来可能 他们的第一生活 如果说是人口少到一定程度 再加上他有亲友在城里会有一些回馈 然后他在乡村的种植 或者他的乡村的产出 可以达到某种水平 再经过某种的经加工啊 再有电商等等等等啊 把这些都加上 他的水平可能会更接近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 这样乡村形成一个稳定 这才形成一个稳定的乡村 我觉得在这种稳定的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乡村的很多的习惯 或者人的做事方式 行为方式会有一些改变啊 所以我个人看的 就如果说是非常理想化的 想象这种乡村文明 让希望说乡村人都能够留在乡村 这个可能性我真的觉得还是不大 这是我从这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所谓经济学的意义上 可能是很粗的啊 做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这一点我也提出来讨论吧 谢谢谢谢 好 梁老师总结得很好 下面我们听听曲老师的见解 我那个我可能发言呢 跟这个周老师这个主题也比较相关 所以呢我就不评论了 我就说我了吧 因为其实也某种意义上是个评论吧 那个是不是可以啊 主持人 没问题没问题 说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讨论 那么刚才呢 这个感谢这个梁兴东老师啊 和周非洲老师啊 从两个方面呢 讨论这个乡村的问题啊 那么梁老师呢 其实是从这个梁宋明先生的 这个一整套的乡村建设呢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我们从回归于当时的 民国时候的这个乡村建设啊 然后对整体上做一个学习和探讨啊 我觉得他展开的这个广度是很很广啊 那么周非洲老师呢 我觉得因为周非洲老师呢 这么多年来啊 长期的在乡村啊 从事这个调查啊和研究 那么这个调查研究呢 也不停留在一个所谓的农业啊 也甚至不停留在一个所谓三农问题 而是把乡村呢 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啊 来去理解 所以他的讲法呢 是深有感受啊 那么特别是他强调的 对于农民啊 整体的这个文明的形态 我们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恐怕这还就是 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说当然我们要提高中国 整个乡村的这个文明和这个生活水平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 乡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个也不一定在于人数的多少 我觉得中国将来未来的趋势 肯定是乡村的人口相对来讲越来越少 但是呢 在现代化的这个过程里啊 有非常困难的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讨论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个想法呢 我认为 城乡问题 而不只是乡村问题 是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理解的现代化道路 在很大程度上 既得到了现代化发展的恩惠 但同时呢 也有着现代化隐藏的危机 我觉得最近的实情已经告诉我们 现代化不是一条平稳的道路 我觉得现代化呢 一个最大的风险 就是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 现代化的进程 就是一个去乡村化的进程 换句话说 城市 连同它的文化 教育 经济和政治 迅速扩张 我们有很多指标 就是讨论 城乡人口的比例 和现代化水平 我认为啊 这是个误区 要对此呢 做出充分的准备 当成一个原料 称夺乡村 而得到的巨大的财富 然后再去反堵和救助乡村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路 这个思路 这些事实相比 还有可能会形成更强大的力量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 去乡村化 去自然化 我说什么叫去自然化 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类生存越来越在一个抽象的维度里边 在一个意见的层次里边 在一个我们到处充满着各种观念的层次里边 用老百姓的话来讲 不接地气 所以我们说 这个资本的强大的扩张 让我们的头脑意识和生活里 我们以为我们从乡村那儿索取了什么 但最后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的是心灵的焦虑 孤独 竞争的压力 我记得 这个很早以前 卢梭呢 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 就把巴黎和日内瓦做了一个明确的对比 我们说在文明的繁盛意义上 巴黎辉煌无比 但是 几百年前 他就说 人心坏 我们有很多 我指的是西方的那些思想家 都在讲 我们 像海德格讲 我们遗忘了我们的上手状态 遗忘了我们最亲近的那些东西 我们遗忘了和别人共同存在的这个机缘 所以呢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是两种 或者是在一个文明里边 产生的重要的是矛盾 紧张 还是平衡 还是互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 也就是在现代化的这个强烈的驱使下呢 我们 面对乡村 也常做中产阶级的幻梦 我们把乡村浪漫化 其实无非是要 寻求一个 暂时的安慰 我们工作累了 朝九晚五 九九六 我们 周末的时候去乡村走一道 这个很好 但这不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 其实呢 有一种 我觉得弗洛伊德讲得很好 他说文明化带来的 我们都说文明化特别好 但是文明化带来的是不满和压抑啊 是焦虑和抑郁啊 我们还好 我们还能感受到这个病态 所以呢 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的城乡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说城乡问题 是中国文明与社会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讲 自古以来 中国的城市呢 可以说是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 但是 在这样一个 我们所说的系统里面 乡村始终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系统 你可以说 是城乡之间的平衡 但是我个人认为 它还有一种 重要的文明性 是城市无法替代 是现代社会无法替代 比如说 我说这个文明的根基 第一 我们知道 中国人 刚才周老师说了 中国人的家庭的本位 在乡村 是比较充分 这个东西啊 就是中国文明最实质的核心基础 连我们防疫在某种意识上 都靠的是这个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 其实我不怕病毒 我怕我的亲人染上病毒 那么再一个 我们家庭 不够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扩大了的宗族网络系统 或者是 我们今天说 有些地方没有宗族 但是有一个亲属网络 我们有个病 有个腮 我们心里不舒服 我们都可以找这些亲人 城市里的人 非常孤单的 我在大学里教书 好些学生心里难受 都找不到人倾诉 当然我们知道 还有一些信仰和神明的系统 一个人在一生中 他有经历的 各种各样的仪式生活 去保障他 抚佑他 他时时刻刻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一个人孤独闯天下 相对来讲 我觉得城里人在这个意义上 过得不幸福 当然我现在说的 不是我们说 已经被挤压过的乡村 而我是说 乡村做一个文明 意义上我的理解 除此之外 乡村里边 还有我们说的 真正的自然 我们今天的孩子 很可怜 就是他连最基本的自然 都难以日常的接触到 乡村里边 还有我们文明当中 社会意义上的江湖 江湖什么意思 我们觉得我们对现实的世界 不满意 不高兴 觉得它不公平 我们还可以结成一些好的伙伴去寻求 乡村还是一个山林的世界 这是中国古代世人的 从未尽以来的寄托 在他们看来 广义上的乡村世界 也就是非城市世界 它在我们的内心的构造里 要更为广大 更为深远 这一点跟西方不同 西方靠的是宗教 我们靠的是这个 我们都知道 理师求主意 什么意思 我们被迅速的 快速的社会变迁 文明化 彻底取消和剔除的 那些文明最宝贵的品质 很有可能就在于 存在于刚才周老师说那些 不讲理 不理性 的那个世界里 现代人太傲慢了 最后自己吃自己的亏 我们城里人太傲慢了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活的不幸 但是我们不知道 哪里可以寻求 我们能够找到幸福的机缘 我说这句话 并不是说把乡村浪漫化 而是在城乡 关系里边 取得一个文明的结构 所以啊 中国社会 从古至今 一直 我原来写过 有关双轨制的文章 就在讲 在政治上 封建和郡县 此起彼伏 城市和乡村呢 也要有平衡 我们说 庙堂 和我们文人的精神世界 也要相互互补 来来回回 这是乡村 或广义的乡村提供给我 吴文藻先生 曾经 带着他的学生 像费晓通 林耀华先生 提出过人文区位学 我们也称之为 人文生态学 讲的就是 城乡构筑的 中国的大的社会系统 他们相互输送血液 相互输送文化 相互构成 并且相互补充 甚至于 他们提供 不可替代 所以我想 一个健全的中国社会 从古至今 都是在一个 不断离家和返乡的过程里 如果只有离家 中国文明 没法延续 我们的经济发展 也是暂时的 有了钱而已 必须要返乡 这个乡呢 是象征性 既指的是具体的乡村 又指的是 我们心灵 和 理事求主也的 能够保存的这些 最宝贵的财富 特别是文化和精神 所以传统上啊 连皇帝也知道这一点 士大夫不用说了 平民老百姓也知道 所以我想说 城市是发展 乡村是归宿 乡村 不只是我们发展的资源地 它还是涵养的 涵养灵魂的这个地方 还是避风港 我们社会一旦遇到风险 它也是文化认同的根源 所以呢 我就认为 城乡关系 不是替代关系 不是反补关系 不是救助关系 我们的目的 也不是要取消乡村 城市的发展 只是其一 中国真正要步入 我们自己有的 现代化的道路 就必须要守住乡村 当然我们不能让老百姓 仍然在一个贫困 或者是生活水平低的 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要知道 乡村不只是一个 经济和生活水平的问题 它还重要的是 人如何依托 寻找自己的依托 寻找自己的归宿 寻找自己 或者是扩展自己的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人心 与人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现代性的困难和危机呢 就是城市取消乡村 我们说 早在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的时候 就大量的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 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 资本论很大一个部分研究地主 就是研究 资本的侵夺 如果无限扩张 必然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断裂 因此呢 我觉得解救现代问题 让现代不至于 进入到一个资源的专制体制 剥夺性的体制 人们陷入纯粹的抽象观念和意见 和人们在一个陌生化的社会里 我认为乡村都会发挥 巨大的作用 而这个作用并不是 让我们回去当农民 而是在于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 能够来回往来的 一个城乡关联的世界 我觉得梁树民先生 非耀通先生 都明白 或者是最为强调的 就是城乡之间的互动和平衡 它不只是经济互动 而是不断去寻找 我们可以依托的精神资源 它不一定只在城市里 随着历史的变迁波动 甚至大的起伏和危机 我们要在一个长的链条里面 来看待历史 那么这里边尤其需要 这个讨论的是 中国的世人传统 我们说士大夫 就是经常以重返乡村来成就自己 所以他不是一个城市替代 而是一个乡村建设 我觉得刚才梁先生 梁老师 说梁树民先生 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梁树民先生 从来没有在农乡村生活 但为什么他要把自己 一切都献给这个呢 就是因为 我认为这是一个 中国的士大夫的传统 这个传统呢 告诉我们 在文明保持的意义上 要不断地重返乡村 所以当时呢 民国时期有无数的争论 我这里有基督教的教育方式 也有所谓的城市反哺 乡村的这个方式 但是梁树民先生 坚决不同意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 未来的中国乡村振兴啊 或者是城乡的一个合理构造 或者是我们说 真正能解决人心的困顿问题 都在于 我们不断要提供 城乡往返的道路 通道 在这一点 我觉得曲言老师等等啊 艺术家做的艺术相见 都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探索 所以呢 我想说呢 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让我们城里人 让我们现代人 充分意识到 我们的文化根系 我们就像张仔在宋代的时候就说 我们知道我们的来由 我们不是一个个体化的人 费晓东先生讲 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来看 原来的乡镇企业和今天 仍然有的家庭工业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的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是来自于乡村的力量 所以呢 我觉得曲言老师呢 在这个意义上提出 或尝试着乡村建设的实践呢 我个人认为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相建就是一种艺术 但是注意 这里边我觉得 因为乡村世界 是有着文明的存在根据 但是它也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我们说 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 就是知识分子 世人不断介入性的关系 而不是农民守着农村 城里人守着城里 世人常常居住和游走 或者是在他退休以后返乡的这个过程里 所以 居游关 我认为才是中国艺术的本体 换句话说 世人一直是城乡中间的宗界 我们看了无数的文学作品 看了很多的历史 都在说明这一点 所以我想说 徐远老师呢 这个实践不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 反倒是他作为一个世人意义上的艺术家 来重返乡村 重新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本体 这就像中国讨论的最根本的天地关系一样 从以前的祭祀到后来的文人 再到现代 我们再进入到一个人民的这个现代世界 以人民做本位基础的现代世界的时候 这个传统才不断地发生转变 所以我才说 这个才是中国意义上的这个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在西方呢 就是人工地景的制作 我们说就是要造一个第二自然 然后呢 再去看人们和他的亲近和陌生的关系 但是中国人的艺术 永远最高的是世人的艺术 世人的艺术以前是在一个营造山水的世界里 但今天呢 在一个现代的世界里 群众的世界里 重新介入和创造 我认为这个是相见的本意 当然我们今天理解的艺术呢 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但同时我认为 是重新回归到传统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跟全老师比较熟 所以我知道他大概经历了这个立场 大五新潮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甚至是一个很有名的参与者 但是那个时候我想知道 那个时候是一个自我言说式的反叛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 特别新世纪以后 他做的权力空间 信仰空间 生命空间 持有的是一个社会批判的立场 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在许春和青田做的乡村建设 我认为 真正开始回归到对中国世人的 这个缔造的文明传统的 这样一个探索和感悟里 所以乡村建设我认为 就是通过置入的方式 通过文人不断介入到城乡关系里的方式 就是城乡之间 刚才周老师 回周老师说这个 搅扰了乡村有关的诸多的因素 使权力 知识 习俗 人心都会发生颤动 让我们在这里发现 有机会发现文明的根源 所以我认为 这可以说是一种实验 也可以说是一种实践 而这种实验和实践 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代艺术那种 自恋式的观念的构造的方式 而使传统和现代的实质问题 能够激发出来 所以我一直认为 中国艺术的本质 不只是批判 而是调试和发现 是把自己的志向提得高 但又把自己的眼界放得宽 又把自己的心态放得低 而向各种各样的人学习 我想曲原老师这些年的体会是非常深的 他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世人 士大夫 从来不是一种自我的观赏 甚至是意淫 不是纯粹自我的一个 纯个性的一种实验 而是在天地 山水 城乡 甚至是上下 关系里边 不断地穿行来回 往返 这才是中国社会的真正的生机所在 我觉得不要被一时的 所谓发达的先进的观念所谋 所蒙蔽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如果我们要真正从社会学 真正的田野去研究的话 我们才知道 中国乡村博生出来的力量 为中国的经济贡献 做了多大的经济贡献 它的体制 它的乡村的构成 家的逻辑 宗族的逻辑 以及乡村工业的支撑 我认为 把这些总结好 都是经济学理论的大发现 但是 我们今天 太傲慢 我还是那句话 过于傲慢和自恋 不仅是会使自己吃亏 也会使这个国家吃亏 所以呢 我想 城乡问题永远是中国文明的大问题 需要我们 像学员老师不断去实践 也需要我们在学校里边 或者是像梁老师那样 从继承先辈的传统里边 不断地摸索 我就说到这儿 谢谢邱老师 给我们做出这么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 我在这个听演讲之间 很多我的朋友 包括艺术家朋友都给我发信息 说齐静忠老师 是讲得太好了 真厉害 我觉得艺术家 应该 在社会实践的 为特征的就是艺术相见的当中 应该 向这些 历史学家 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 多学习这些 中国的历史 和对乡村的认知 我觉得在 在我们实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在16年最早 齐静忠老师就在北大 就是文言院 这个成立第一个研讨会 就是乡村建设的研讨会 给我们巨大的一个思想 那个文化上的一个支持 包括梁西东先生 老师也去了 还有呢 17年亲自去许春 参加了就是 我们第四届的许春艺术节 就是神圣的家 当时我们靠自己一点 慢慢地琢磨 中国艺术实验当中 遇到的知识困境和平静 所以我们一点点地探讨 来寻找中国文化的 在乡村当中的本源和它的意义 和对中国今天社会 它真正的有什么样的 治愈和反普的意义 就是那个师弟求主也 比如说今天为什么 我们到乡村去 齐静忠先生还参加了 就是组织了 也中国一流的学者 来参加了18年的青田论坛 所以始终给我们艺术家 进行了很多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 一些支持 包括 相信刚才谈到 就是我们乡村 今天在中国文化当中 现代化 在今天社会当中 特别城市人当中的意义 它是一个文明的价值 因为中国的乡村起源于 中国的文明起源于乡村 如果文明还在 如果乡村还在 文明就在 如果乡村不在 可能就 真的文明就令人担忧 我们的所有的 从乡村这种小 我们看来是一种 小传统 地方传统来构建的 整个维系中国人的生死轮回的这么一个价值和恶力 和维系中国人的交往这种礼俗 关系当中 我觉得是乡村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思想资源 历史资源 是我们 再继续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是区别于西方的现代性 但今天的这个乡村 那么变成了什么 就是在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之下 乡村变成什么 一个落后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现在发展主义的 对落后的概念是什么 那落后就是欠发展 欠发展就要被干掉 所以就我们就牺牲了 这30年牺牲了100万个乡村 来服务于现代化 城市化的发展 那么我在广东顺德地区考察就知道 他们顺德地区 原来是一个水网 非常发达的一个乡村密布的 这么一个地区 但现在近一半的乡村就没有了 就从地图上抹去了 还剩一些岌岌可危的乡村 就是等待着被现代化的发展 被抛弃 如果在现代化的这个逻辑之下 这么一个价值系统的认知之下 那么就是要 都要回到城市 所以秦农先生也谈到了 就是乡村在今天的 它这个意义是文明的价值 它不是一个文物的价值 也不是一个生产单位 而且中国的乡村 我们最早知道 它城乡关系是互相互补的 它能进能出的 我们今天看晖州的建筑 和河山西的 晋商建的那些乡土建筑 那个是在土地刨石 是建不出来了 那都是出去做官的官员 还有在外面的文人 还有商人 他们到老了以后 告老还乡 回来返谱家园 返谱乡村 再次才延续 回到他祖先的土地 和血脉当中 来延续他生命的意义 就乡村 它不仅仅是 就是城市是完成 它是战场 就是完成 就我们的社会价值 无论做官 无论你经商 但最终还是要 是要实现 它的生命价值 还要回到家园 回到乡村 回到祖先的血脉当中 来完成 它的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 我越做乡村 对我的影响越大 对我的信心越坚定 我认为越有价值 虽然当然后边还有几次的讲课 我们要谈到 就是艺术家的 他的身份 艺术家 他的 他的背景 艺术家 他的态度 他不是一个 聚高临上的 所谓的精英主义的态度 用西方这点 现代性 我们学的西方这点 艺术的知识 来做乡村 那是完全不够的 有些事情是误读的 所以下面我们在 下面几节课 我们要详细的来 来给大家展开 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来分享 今天呢就是留给 其他的嘉宾 包括以后 下面的观众 还要提问吧 下面就请 梁老师和周飞周老师 根据曲京东老师 谈的这些 对乡村的理解 你们也谈一下感想 那我刚才 这个曲老师 曲京东老师 讲的其中 有一句话 我特别的认同 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这种 城乡之间的 这种双向流动 我觉得现在的 我们的这个体制呢 其实是 对这种双向流动 是一种阻碍 一方面就是 城市的 这种吸引力 另外呢就是 我们的所谓 城乡二元化的 这种体制 其实对 这种流动 包括土地所有制的 这种 这种模式 都对这种 双向流动 是一个非常大的 阻碍 但我本身 我并没有答案 说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消除 这样一个 消除这样一个 体制的制约 但是我 确实看到 这个 第一呢 现在是有这样子 第二呢 我非常认同 瞿敬东老师 刚才说的这个 所谓双向流动 他才是一个 活的乡村 因为 一方面 原来 从乡村出去的人 回到 他在城里 历练过 上了学 可能是 经商 工作 等等 他有了 对外界的认识 那么他渠道 也更广 那么他回到乡村 他的这个作用 发挥的更大 另外就是 在城里 也会有非常多的 这种 有志于乡村的工作 或者像 曲言老师 或者其他的艺术家 或者还有很多 就是专门做 做农业的 或者是专门做 畜牧业的 也许是专门做旅游的 做民宿的 等等 还会有很多的 所谓城里人 也愿意到乡村去 而现在的这种体制呢 其实对这个 都有一些限制 所以这个 我想 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特别赞同 曲静东老师 说的这个这一点 好 下面周飞秋老师 谈一谈 对 我接着这个 刚才 曲老师和梁老师 说的这个话题 说两句吧 就是 城乡 城乡之间的流动 其实 刚才 曲老师讲了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 其实中国 中国这个传统文明里面 城乡关系 从来都不是一个 对立的关系 就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 城市 就是刚才说那个 urban 那个urbanism 其实是 是西方工业革命 以后 这个生长出来的 一种新的 社会形态 在中国传统 这个社会里面 城市的文明 和乡村的文明 是一个文明 是一样的 就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是他水位 地势是一样高的 所以他是 互相流动 刚才说这个双向流动的问题 而我们今天一谈城乡呢 就是 是对立的关系 这个城乡对立的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的来源 其实就是和 工业革命有关 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关 其实和社会学也有关系 我们社会学这个学科 其实就是产生于 城乡这两种形态的 在西方的一个 一个对立 其实它是长出了 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 在整个 其实近两百多年的 这个环球史 全球史 就是一个城市化的历史 是一个 就是在城乡 城乡的文明 在对立当中 人们不断地离开乡村 还进入城市的一个 一个过程 刚才说的文明意义上的 新形态的意思 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的 就是说 所以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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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才 这个讲这个 全球这两百多年的 城市化浪潮 从西欧开始 然后席卷整个欧洲 北美 然后到东亚 这个 现在 现在在中国 中国正在 经历这个 全球 这个二百多年的 这个 城市化的浪潮 这个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关键的时刻 就是 如果我们也走一条 那样的现代化道路 农村全变成 没有人居住的 现代农 现代农场 这个 那个就 就是 就 我觉得 中国文明的根 根基 就成问题 这个是说到 所以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总书记说嘛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就是 其实 其实这个 是一个 我是觉得是一个 特别高瞻远柱的话 就是站位非常的 高远的一个话 是在文明的意义上 谈的 这样一个 一个问题 说到 说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 城市化模式 还是以 城乡对立的方式发展 其实这个 城市化的模式 从工业城镇化 到土地城镇化 现在到人口城镇化 各种各样的体制和制度 其实是在塑造一个 地位不平等的两极 就是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对吧 所以你谈双向流动的时候呢 你这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体制背景下 你谈双向流动 不容易 这个是 是刚才 梁老师回 梁老师说这个 双向流动的时候的 问题 其实呢 就各种 我是觉得呢 我们是有 有乡村振兴的契机的 刚才梁老师提到 这个土地 其实恰恰是 土地制度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这个 就是 如果农村的土地 放开了 大家都可以去 你想的是可以回去 其实我觉得 就是别人去了 农民就都走了 就大的资本都去了 对 其实这问题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这政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讨论了 这个 今天 今天 今天没时间了 以后有时间能再讨论这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我就说这么多了 陈老师 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 那个 以他长期的这种 在乡村的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经验 包括政策 包括 还有一些国家政策 其实陈老师刚才 谈的那个乡村的 这个 这个意义 这方面 我觉得给我们艺术家打开了很大的视野 两次 这个到许春 到清田好几次 给艺术家做了很多的讲座 我觉得给艺术家的实践当中 打开了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文化的视野 一个历史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大的构绝 我觉得清田论坛 那时候 对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我们艺术家 当然带着 带自己自身的一些 专业 所谓技术性的东西 就是来在乡村做工作 但是从 对文明的理解 对乡村的理解 这些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局限 所以我就是 也是早期 非常注重 像 历史学家 像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来学习这些 我们艺术家 在介入到一个陌生的 离开了画室 离开了美术馆之后的 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 空间 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借鉴 这些 学者的 他们的一个 经验 事业 我记得在广东也是 在清田 清田我们就 能知道 用一个更大的 一个历史的 一个思考和 文明的一个事业 来重新理解乡村 包括乡村的格局 包括这个村落 它本身不是 一个局限的存在 它有它巨大的一个 一个网络 这些 先生当时 跟我说的 我还记忆犹新 就它的水落的网络 和世界的联系 还有一个就是说 说的像 还有一个 我记得哪一个 历史学家说 说 宋代以后南北就分裂了吗 它不是一个 社会了 完全不是一个社会 包括我参加 这个曾正满先生 在福建莆田 他们的工作坊 对我的 这动作也很大 曾正满先生 在他的老家 做了几十年的研究 我们都看到 他的地方社会 他这个从历史当中 包括宗族凝聚的这种 包括社凝聚的 这种 这种组织的关系 对今天的 他们的经济 对他的经济的组织 形成了一种关系 就是同乡同业 同乡同业 他不是 曾正满先生 跟我说那句话 我记忆有信 他说 你看个莆田的经济 当然他 中国的民营医院 就是一个 莆田的一个镇里边 来那个的 当然他的经营问题 咱不谈 就是说 他怎么来组织 来经营 这个 现代的这个 这个经济组织 还有加油站 这些 他怎么来经营的 还有一个说呢 你 你到乡村 你必须 好像要 帮助乡村的 这个经济建设 乡村才有发展 这是一个单一的眼光 但莆田 他根本没有土地 他的市场 在全国各地 在世界各地 所以他乡村 也不是一个 简单的经济问题 所以 曾正满先生说 如果有人来研究 莆田的经济 可以获得 若贝尔经济学奖 因为他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 因为他背后 这还是一个 通过诚信 来建构的这一套诚信系统 来支撑他的经济的繁荣 那北方和南方 这个非常明显 我在顺德地区也有经验 他的家族 这个凝聚力 就靠家族来凝聚 来支撑 来组织的这种生产和经济 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中国的乡村 要现代性的发展 这个眼光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落后的 那你单是从现代化 这一个单一的眼光 那是他其他的 对吧 包括经济的 就是中国 中国的经济 就是他靠什么来支撑 他的诚信系统来发展的 这个真是和西方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不了解乡村的 肯定是 这些背后的逻辑 根本也不了解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这些社会学者 历史学家 给我们艺术家的帮助 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个对 对这个 传统的乡村的这个伦理 刚才梁星东老师也说 那么以后的乡村 可能逐渐的要城市化 乡村要解体 但是就是 你到城市以后 中国历史当中 通过乡村来形成的 中国人的这种 这种礼俗也好 这个信仰也好 这些传统的 有价值的东西也好 它依旧在 中国的社区 社群当中来起作用 我就讲这么多 其他老师在 我说两句啊 我其实我刚才说 这个城乡的双向 这个流动啊 或者是双向的 这个流动的通道啊 其实我非常广义的啊 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些 同事朋友里边 咱们就拿今天我们讨论问题 来说吧 我觉得像周飞周老师呢 这个远远的比我们都做得好 就是因为 他不断地通过 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方式 进入乡村 我觉得其实他回的不是老家 但是 做这些调查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在探寻这个老家 我觉得 这个周飞周老师 这个去年发表一篇文章啊 就讲中国的社会调查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从这个 费耀通 林耀华 等等的这些 大家里边 接续这个传统 我们在北大教书 我们系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老师 时不时地 带着学生 下乡 我们知道 这个在教育上 是什么意义 下过乡的孩子们 做过调查的孩子们 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就不是一大堆的 抽象立场和观念 他们知道 慢慢会懂得 这些乡下人 这些农民 他活着的 他的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也记得 许元老师 原来我们一起去 这个清田的时候 我这个场面很感动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 清田在广东顺德 这个地方 在经常举办的 无论是宗族 还是乡会 什么之类的 这些活动里面 很多时候 都铺了几十张大桌子 铺上红的桌布 大家一起 聚在一起吃饭 然后呢 那些 按年齿 那些年纪最长的老人们 老头老太太 就坐在第一桌 第二桌 第三桌 我能感受到 这些老人们 那种 被尊重 那种 特别幸福的表情 我坦率来说 难道这不让我们 城里人羡慕吗 我们刚才讲的 都是一些研究和理论 但是 我们如果像 学院老师 在具体的相见过程里 在周辉周老师 具体的社会调查里面 都是这些 最动人的现象在发生啊 我说为什么叫城乡 要双向的流动 就是因为我们城里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我们才觉得他们需要 乡下人需要改变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通道是多元的 各种形态 真的 我觉得不只是限于我们像古人那样 不断返乡啊 这个退休以后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搭建这个通道 这个并不是说要取消乡村 或者让农民怎么怎么样 这个通道太重要了 我觉得让人去真正去感受它 这不是表演 所以我刚才说 周辉周老师提醒我们 城乡关系很复杂 不是说城里人把钱拿下去了 把乡村建设好了 收了很多钱 雇了很多农民 这事就解决了 恰恰相反 所以 我这些年呢 我真的调查不如周辉周老师多 我在乡村里边 真正的这个体验 也不会像曲言老师多 但是我从他们那里 才了解到 这些工作的意义 同样我都认为 他们也是我心中的 这个现代的 当代的世人吧 几位老师的发言和讨论 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进入观众的提问 这个环节 首先呢 有观众提出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他说收集和整理 并宣传民间艺术 能否帮助城乡流动 民间艺术发展 如何能成为城乡流动的中介 这个我来回答吧 后边几个 因为这个关系乡村 民间艺术的问题 后边几个其他老师来回答 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这个城乡 民间艺术当然是乡村艺术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生的艺术了 这是我们 包括我们做乡村建设当中 艺术家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 我也写过一些文章 谈乡村中的艺术和乡村 哪些是我们外来的艺术带给乡村的 哪些是乡村本身的产生的 民间艺术那就是长期的 通过生产和劳动 产生这些艺术 包括歌谣 剪纸 民间的艺人 和民间的这些仪式 都属于民间艺术 包括现在在乡村 也有很多民间的艺人 包括我们在许村 就有一个聋哑的画家 对我们非常感动 而且对我们艺术家 反而对当代艺术家帮助很大 这个民间艺术还能作为今天 城乡流动的这个一个中介 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它还有一些 有一些经济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做文创到乡村去 那么有一些真正好的文创 也是来源于当地的民间艺术 这个民间艺术 它带着泥土 带着一个乡土气息 还有它当地的这些材料 来形成这些民间的艺术 包括竹编 陶艺 包括剪纸 手工艺 这些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 把它但是要有的呢 就保持和梳理 整理 有的呢就把它转换成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创产品 这些产品能成立人 但他到乡村去 他肯定喜欢买这些 带乡土气息的这些 这些有设计感的这些 这些礼品回去 南方叫伴手礼 那么我今天看到 乡村这些东西为什么消失了 就是工业化带来了 这个集约化的生产 把乡村的民间艺人 全部都给挤压掉了 他们没有市场 那我们今天要做乡村建设 把这一块把它整理出来 那对乡村的民间艺术 艺人的这个保护 对以后 对这个文创产业的这个提升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它可能能变成一个大的产业 就是说包括日本这方面 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我们第四节课 第四次会议上 我们要和日本赖乎内海的 总策划 还有研究日本乡村振兴这些专家 我们要多探讨一些这些问题 比如它一乡 一村一品 什么叫一村一品 它要找出这个村子的差异化的 有价值的 原生的在地性的资源 包括他的民间的艺术 受工 这些东西把它怎么能和今天的生活对接 怎么能转换成今天 让城里人能落余买这些东西回去 那我们今天看 我经常到现在乡村找一些庙会 看但是庙会基本上没有民间的东西了 全是塑料 全是义乌的东西 那我们城里人可能很失望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批发来了 哪都能买到 所以这些东西呢 包括我觉得 对这方面的整理 我们也有 中国也有很好的艺术家来做学者 包括台湾的黄永松先生 他做成一个中国民间艺术的 是一个基因库 非常非常重要的整理 还有呢 我们下节下一次讲座要 要请出左近那个老师 他就是在这方面 对民意的收集整理 他有非常多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今天在这里 这个问题我就谈这么多 还有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几位老师来回答 就当我们想投身于乡村建设 但是在面对大的宗族势力 以及偏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三文老师哪个回答 首先这个问题 就把宗族势力当成偏见 对立化了 对对 是 那个宗族势力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复杂 这个我们也不要贬义的来探讨它 也不要把它污名化 因为每一个地方 乡土它是熟人社会 它肯定是家族宗族建筑 在主要的这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怎么说了 一个现状吧就是 那我们要 要首先要了解 要融合 要和它交朋友 我觉得你只要想介入这个乡村 你必须要和他们打交道 打交道你要 作为一个谦虚的 我觉得一个在地的学徒 你不能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 所谓精英的知识分子 精英的心态 艺术家的生态 聚高临下 那它可能你就融进去 这是当然是我个人的经验 这个周非洲老师可以说 周非洲老师回答第三个问题吧 因为问题很多 时间不多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各位老师对农村土地抛荒 怎么看 这个周非洲老师回答 农村呢 现在农村抛荒呢 是它是有很多成因 就是我们成立人 可以直接想象到的 就是人都出去打工嘛 这个农民种这个地呢 他都是什么人在种地呢 都是这个叫做386199部队 就是老人妇女儿童 在种地 他特别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人种地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对农业 了解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种地呢 种地笼统地说种地就是 你就说种 但是他种什么样的东西 关系特别大 就和你的劳动量投入 关系特别大 其实劳动量投入最小的部分 作物 就是大田作物 或者叫粮食作物 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对农村不太熟的人去 说哎呀 种这个特别挣钱 我们这个搞扶贫嘛 就挣这个特别挣钱 你让农民种这个就增加收入 他农民是不愿意种的 农民就是种大田作物 为什么呢 那个劳动那个省事 你挣的多的 卖钱多的作物呢 他就投入也多 那你说这个你勤奋一点投入多 你不就能挣多吗 如果他真的有时间投入多的话 他就出去打工吧 他就不会留在家里 他之所以留在家里 还种着地 就是因为他走不了 比如说他 他家里有个病人 常年卧病在床 他只能利用 这个照顾病人之间的间隙来做工 所以农民没有办法像工人那样去劳动 这是其实这是对农村的 农村和就是农民和农业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 我们去比如说去扶贫呢 你想的是让农民增加收入 所以你就想让他多劳动多挣钱 这个就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有些地方抛荒呢 就是其实呢 就是本来农民自己种点粮食 自己吃就没啥问题 你非要让他去种一些经济作物挣钱多的 其实呢 他就给你种的特别不像个样 因为经济作物这种东西呢 你只要不上心 不用力 还不如粮食作物 粮食作物最后你还有点吃的 那经济作物你种的不好 钱也卖不了啊 其实其实不就都赔了吗 其实其实这个 我们我我觉得 这这些呢 也是刚才我就说的 我今天讲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一个基本问题 其实就是刚才咱 曲老师也说这个 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 你 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农村产业的思路 其实就是像在城市里发展工厂的思路那样去发展 想去发展农村产业 这样的思路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失败的 而且就会造成大量的抛荒 其实我觉得其中有一部分抛荒就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 这我个人观点了 后面就是我很多人说呢 说农村抛荒是因为农村只剩下老人妇女 你土地呢 又你又不让集中流转 对吧 又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那农民呢 他就宁可闲着不种 他也不给你 所以就抛荒了 如果你可以把农民的地拿走 你统一种植的话呢 你就不会抛荒 这个我个人就是反对这种观点 我认为这就是做调查做的不够 其实流转成本很低 方便大规模耕种和这个方便大田作物 比如说大规模的平原地区 抛荒的地是很少的 抛荒地最多的就是那些叫做 叫做什么什么七分山水 什么什么一分田 七山什么一水一分田的 就这些地方抛荒是非常的多的 这些地方 其实呢 本来农民就是 在有水的地方种点水稻 没水的地方种点红薯 他自己吃那个水稻 他拿红薯养点东西 他拿红薯玉米养点 在家里养点东西 然后再吃那些东西 基本上他主要的经济收入是靠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 对吧 盖那个房子 他靠这个也盖不起来 这个是农村的一个常态 你现在这些地方的抛荒呢 很多时候是 是由于我是觉得由于折腾农民导致 我就说这么多 还有很多问题 我现在指定了 有些 有些问题 我们因为有些专门 专门点名的 下一个 曲京东老师回答 引导人民回归乡村与回归土地 回归农业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只回去住 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 是真正的回归乡村吗 曲京东老师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说这个农村的乡村的乡村的意义和价值有很多 不是说这个回去种地就是回去 比如说 我是说这个意义在哪呢 比如说像刚才周老师说的 你好好的去研究去体会体验农民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一种回归呀 我们不用说去种种地呀 对吧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哪怕这个在乡村里边 你找到一些机缘 你 我个人认为你去真正研究中国的乡村都是一种回归 你就在书本上研究都是一种回归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说周老师做社会调查也是一种回归 回归的目的是什么 回归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找到一个我们现在习惯于的城市的 现代化的日常的方式的 不同的 也不是绝对不同的 这样一种方式是什么 它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的 非常好 我下面再点梁锦东老师回答一个问题 梁锦东老师是著名的规划设计师 这里边有个设计规划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意思 我这个我很难回答 就是说请如何看待乡村礼堂过于形式化的问题 那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礼堂是哪个礼 你说什么礼堂 他没说大概是千篇一律吧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我作为一个规划设计师 其实我对最近这一轮兴起的这种设计师参与的 所谓乡村的改造和建设 我其实非常有看法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的国企大的这种设计院都接到这种任务 就是说你要到乡村去 要帮助乡村要改建 那很多的像中建集团 这个中建设计院 北京院都承担各种任务 那么他们去呢 其实我觉得 与其说是乡村改造 乡村改善 可能还 或者说我看到的很多案例 还不如说是乡村破坏 我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确实他们有的就把这个乡村非常粗暴的改建 做改建 房子刷成什么大红大绿的颜色 为了追求一个所谓视觉的效果 完全没有深入体会体验乡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人家那里的需求是怎么样 我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这个曲炎老师 这个因为曲炎老师做的这个许村我是去过的 我个人认为呢 曲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做法呢 不是大的这种集体的动作 不是用一种城市的这种大的资金 比如像中建集团 他是用资金带着资金进去 国家给了任务 他就做 那曲炎老师他们做法完全相反 是用一种微改造跟农民每家每户来谈 说你这个房子很有特色啊 你应该怎么怎么改一改啊 然后呢可能村里面或者政府支持一点钱 你自己再出点钱等等你怎么改 我觉得这种办法才是对的办法 另外比如说我不知道说那个大礼堂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是体验过许村的这个大戏台 我觉得大戏台就是许村的一个村的一个核心 那这个核心呢 其实是大家公众娱乐也好 这个议事也好 集会也好 办个什么喜事也好等等 大家共同活动的这样一个场所 同时其实他也是这个 这个村子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核心 那我觉得像这个曲老师 他们做这个许村那个工作啊 他把这个大戏台做了一定的改造 然后赋予他新的这种生命 然后呢带动用这种其他的这种 无论是表演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种艺术节这种 这种庆典活动也好 来带动他的这种乡村的这种赋予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而像那种大规模的整尊的改造 把这个房子什么只是做立面的改造材料的更新 这个我觉得意义完全不大 所以这点我其实很有看法 我简单说这么多吧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让薛景东老师回答 应该如何理解乡村现代化 这个应该周老师回答 周老师对这个非常熟 周老师 我把这个经验打开 那个我想这个问题的意思呢 其实他讲的乡村现代化呢 是指的乡村呢 尤其是农民呢 能过上一种叫做现代的生活方式 这个刚才我其实讲的核心的问题 就是现代化呢 它有在社会学上呢 它至少有两重重要的含义 一重呢 是指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现代化 另外一种呢 指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体系 就这个人的现代化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讲农村的现代化的时候 现代化 这个词本身呢 在一般意义上讲 其实现代化呢 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学 尤其这个西方这个社会学 这个脉络里讲呢 现代化都是 不但是物质 在物质生活上是一种现代的 在精神层面 在社会的组织方式 人的精神价值方面 也是也是现代的 这个跟西方的城市文明呢 刚才讲了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讲农村的现代化的时候 尤其是后面 我们讲就是说 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讲农民的这个 所谓现代化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谈 其实今天晚上主题就这问题 就是 辽未屈老师 包括刚才梁老师 我也一直在说的 就是说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乡村的 未来乡村里的人 或者是回到乡村的人 或者是乡村出来的人 这些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才开始说 我们要抱着尊重乡村 向农民学习的态度去乡村 学习不是假学习 就是农民那些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 决策方式 它是建立在一套 有文明意义的价值体系 观念基础上 这套体系呢 相对于西方的城市文明来说呢 是不一样 那它到底是不是现代化的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套 这套 农民的这套 我们看的 比如说以家为核心的 以伦理为本位的 这套价值体系 是可以与现代的生活方式 物质生活方式 相适应 如果这样的 这样的传统 其实这个是 这个家庭和伦理本位的 这个价值体系 这个精神生活 它是中国传统的了 如果这样一套传统的理念 能够和现代的物质生活 相适应 当然这个适应没那么容易 对吧 它可能 其实是要进行调试 要做出改变 但是如果真的能 走出这样一条道路来的时候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的 双向的交流 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做 人类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 就来证明说现代化 现代化不是只有一种形态 这个是我理解的 在这个意义上 农村的现代化比城市的 简单的 我们讲的现在的现代化 更有意义 好 我就说这么多 我就说 我也说一句 我说现在大家不都看那个人世间吗 那个电视剧 我觉得讲的也是这个 换句话说这套东西不只是在乡村 在城市里边仍然是有 只是我们 其实我觉得中国真的挺了不起 很多人看得非常感动 其实这个感动就说明 我们心里边是需要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刚才周老师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在乡村里边更容易 更有机会去碰到它 遇见它 而且有可能呢 也比较完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 无论在乡村里还是在城里 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个东西的宝贵 我就说一点 好了 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都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 技术性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下一节课 就很多做实践的艺术家 其实就能非常完美地回答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 这些学者呢 他我们回答的问题 他有倾向性 有偏重吧 有些什么乡村建成后期 怎么维护 这个就是因地制宜了 到下节课 我们再 我们能有详细的这个回答 还有一个乡村文化振兴 就显性文化空间和隐性文化空间 如何有效利用的问题 还有最后的具体的 什么乡村公园的这个建设 我觉得由时间关系 下面呢 就这些问题 我们下节课 就这些实践的艺术家 很好的系统性的 能回答这些问题 今天的讲座时间也到了 我们也给观众们分享完了 再次我特别感谢来参加讲座的三位老师 徐静东老师 周飞泽老师 梁静东老师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曲老师 谢谢曲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曲老师 谢谢曲老师 非常感谢 好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好的 再见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 本期艺术相见系列 线上研讨 原版结束 也非常感谢各院校机构 和媒体的大力支持 与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